女生卡卡机枪奶任五星马克柔捏 雷迪卡卡今天来台明天开场 可知她带来一般运用舞者中有颇具名气的五星呢 就是她马克金村 她之所以有个奇怪的姓是因为来自美国外道 是个混血的夏威夷人 四年前她也凭着奇怪的现代舞姿 打动选秀评审攻进美国本土 接着她在节目中演出 《Bleeding Love You》大受欢迎 该舞马后来还入围了艾米奖 成为处女座的马克处女代表座事业的敲门专组 虽然在Top10时惨遭淘汰 但她有名义基础深受观众喜爱 成为该秀不时回龙的明星班 擅奏奇怪路线的马克玄机被更奇怪的Lady Gaga向众 清点她为Gaga舞团的男一 两遭粉丝合一更加疯狂 成立非官方网站铺天盖地搜罗 他们在MV中舞台上私底下尬来尬去的画面 有些根本是在训练眼力 马克曾在纽约邮报专访时说 跟Lady Gaga合作后 她才有信心做自己 哎呦事实上Lady Gaga也很其重她 训练前她根本没时间去面试 Gaga和编舞老师就决定用了她 看嘎嘎全身任马克揉任马克捏 大家明后天看演唱会时 注意一下这位柔捏女神的人哈 可以训练眼力哟 苹果娱乐新闻马克的男友 杰若铭也有来报道